上週末韓國瑜跟這個 陳其邁在旗山對決 比人場 比熱情 那麼觀察造勢場合 最犀利的一個人叫做 黃偉涵 OK 你來分析一下 這兩場的PK戰 帶給你什麼樣的一個訊息 美人姐最近每天都要看很多影片 看得很累 晚上睡眠都不夠 因為每一場的造勢大會 鳳山 齊山 大齊美 接下來還有鋼山 超級星期六 許連之夜 一丟一丟拼 而且我們在錄影前一天 還有桃園 韓國瑜跑去桃園 韓國瑜現在在高雄吹寒流 大家知道 就是有很多的支持者 可是你要去觀察幾個點 就是他的人氣旺不旺 人多不多 然後來的人有沒有投票權 這幾個點 好 那這個我們知道 11月8號的時候 就是定禮拜拜時 暗時的時候 高美一專 那時候我們在國民大學 跟大家講 要先看這一場活動 有沒有熱 有熱 場地大不大 不是很大 因為這個齊山運動場比較大 所以他很快的 就把整個場都塞滿了 也有高空的攝影機一看 所以韓國瑜他在齊山的部分 齊山跟美濃 美人姐 其實打起來不夠八萬人 票沒有很多 可是過去都是民進黨跟國民黨 三七開 八二開的地方 所以如果這裡 其實能夠打平的話 市區他要贏 那韓國瑜就很有機會 那接下來剩幾天 我們就不再講民調了 我們就各位觀眾自己去做選擇 那在這個齊山運動場 陳其邁的部分 他來很多人 而且他是辦下午 觀眾朋友這兩個場 幾個點大家來看 第一個就是 韓國瑜辦的是禮拜四晚上 因為第二天要上課 所以要來的人 他必須要有非常高度的熱情 那我們上次也跟大家講 附近的民宿全部都訂完了 而且他旁邊有這個所謂 類似像墾丁大街一樣的攤商 本來是沒有的 都是自己來的 所以韓國瑜那一場是的確 展現了他的陸軍的氣勢 那陳其邁這一場 可以看到他從下午開始 他設備比較好 他有大的電視牆 然後他也有歌手來唱 成本有比較高 因為他辦的是比較正式的 大型造勢晚會 人也一定超過兩萬 所以人數上兩邊 都宣稱有三萬 我看是兩萬起跳 兩邊都有 沒有問題 那場地來講的話 這個高美衣磚 大概是比這個 陳其邁這個場地 小了大概一半 那所以這個人數上怎麼會一樣 大家去看那個照片 就是因為高美宜磚這邊的人 站得比較密 這邊大概是坐的 所以有比較看 像我跟美燕姐的距離這樣子 那高美宜磚是 大概這個前胸貼後背 所以人都差不多 可是就要看熱情 有幾個點我在看 就是離開的時候 的確韓粉比較瘋 但是不代表陳其邁的 這些賣粉他不投 他只是說時間到 六點的時候 因為已經唱完 你是我的撲背 所以大家都開始要走了 把椅子疊一疊 因為他是比較早結束的 不是那種真正到很晚的那種晚會 對 他是晚上六點的結束 那天一黑 然後開始唱了最後一首歌 感謝大家的時候 大家都開始走了 那你說這些人就是 一定是下距離五百嗎 或是吃完便當就回去嗎 他可能也是賣粉 只是說我要回去 我的油爐車要走 所以這點大家來觀察 那韓國瑜這邊 因為有很多人 他是從北部來的 你要叫他去哪裡 我提早五分鐘走 滿面的 我就要瘋 所以韓國瑜要走的時候 最後有一個影片 大家可以看到 韓國瑜他在黑頭車上面 然後前面有兩個光頭替身 是假的 然後大家就包住那個車 然後不讓他走 有點像是職棒球員 打完球以後 他要走的時候 被球迷包吻那樣 所以韓國瑜跟陳其邁 在過去很綠的旗山 其實基本上是打成烏烏波平手 以熱情度來講的話 韓國瑜其實基本上 他應該小勝一球 可是以場地的大小跟規模來講的話 其實陳其邁方面也沒有氣勢壞掉 所以在這整個的旗山 第二場的PK 可以看得出來 兩邊可以說是打成勢均力敵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高雄的景氣 現在鑽機鑽到真的沖沖滾 本地是很冷的地方 現在實在是燙到這樣 不是高雄少年 整個台灣都給我燙起來 我們來問一下我們的麥克風的那個職業的麥克風手 我們的張明智 明智兄你好 你好 美銀 你好 你這次看我們高雄的沖沖滾的 圖是不是跟以前二十年來 南綠的對決都不一樣 選舉過 大家都差不多在觀察這裡的選舉 但是我由東華時期 我就一直去參府這裡的選舉 一直到民進黨 一直到現在 這場的選舉 可以說是剛才和我現在你叫的 沖沖滾 和這個名字差不多都一模一模一模 這五十年來 你要看到這個長民 可以說不再看到 他那不是人所謂的問題而已 是一個證 對 那個證 你要看那個觀眾 那位的感情 證證 跟他們自己主緣要弱的那個心態 這才可以看這場的選舉 所以這場的選舉 他們很多人拿出來 背面來講 這兩場送到很多人 送到很多人 其實這人不重要 一種重要就都不重要 重要是這人主緣出來 兩三天前開始你串連 你說在哪裡 幾點要去 幾點要去 那個情形 這個驗刀 你也沒看到 完全沒看到 所以高雄這個選舉 那個驗刀 就不用說了 驗噴噴了 你看旗山這場 旗山這場 旗山這場 如果我們你看 這都沒有動員的 這個所有的動員 你說動員 就是說過去民進黨的動員就是說 李里長我們要在哪裡 李里長有這麼多大遊覽車 李議員有這麼多大遊覽車 李立委會這麼多大遊覽車 這些人 客氣 在車上 到現場 分便當 那他現在 現在李里長 現在李里長有稍微改變 他現在就是說 也是這麼分配 一個李里長一個議員 幾台車 但他現在 便當 早就放在遊覽車上 放在遊覽車上 所以放在遊覽車上 當然 你看他們到山頂的時候 他們就要先走 要先坐車 要先離開的人 要離開的人 都是差不多幾台車走來 這裡比較長老年 他怕對不對 這便當吃吃 要先走 所以這個月經完全兩方面都不一樣 如果要看高雄是這個選舉的月經 我邀請全台灣的好朋友 你有時間來關心高雄 讓我們高雄看這個選舉 真的很多人 優勝優勞 不看得到的這個月經 是 我多問你一句 就是說 大家在批評說 為什麼這麼多條歌 可以唱 他要唱這個夜席 然後這個 因為現在韓粉是義勇軍是很 陣容龐大 你稍微有一點批評的時候 你的臉書就會被灌爆 可是我是 我是要講說 為什麼夜席會讓 會讓一部分的這個選民 會覺得非常非常的反感 原因 我想 我想明智 明智 你給我一千塊就好了 一千塊 你十九千塊 你真是高雄的 高雄人 因為台灣有今天的民族 我必須講 全台灣的人 都要跟高雄人敬個禮 如果沒有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 造成黨禁暴禁的解放 我們有政黨可以輪替 我們今天有什麼資格在這邊 跟大陸同胞講說 你們不能罵習大大 我們可以把馬英九罵到死 可以把蔡英文狡猾到沒力 就是我們 就是從 美麗島事件之後的 黨禁暴禁的一個開放 你要知道 我們現在怕雞頭是算什麼 槍槍滾動作 他們在怕雞頭 那是多大的勇氣 一九七九年的時尊 所以為什麼說 你在高雄唱夜席 當初高雄人是有多少人 是真正有看過那個震報警察 是拿槍的 那個image是非常強烈的 為什麼三十年 綠大於藍 高雄事件的美麗島事件 難道沒有影響嗎 那個就是世代的一個傳承 所以今天好不容易韓國瑜把國民黨的顏色洗掉了一點 高雄人說服自己 我投人 我選人 我不選黨 跟你韓國瑜 你的票是贏到有春了嗎 你唱夜席 你如果要選送 你就繼續唱好了 你不太照顧到說 高雄是一個那麼特殊的一個民主勝地 你唱夜席 會帶給多少人非常非常不好的聯想 補充一下 其實觀眾朋友應該知道 如果你去看 或像強談君大哥你有到現場 他現場其實有三首歌 古月照金城 然後還有一個愛拼真贏 夜席為什麼 因為夜席真的是韓國瑜少數會唱的歌 他還有一腳補充去流浪 那因為夜席是他以前 他在追他太太李嘉芬的時候 他跟他約會的時候唱的歌 他也少數會唱這首歌 歌詞不用再看 所以不用去拘泥在那個擦向敵人的心臟 因為現在是民主 誰選贏呢 陳其邁也有可能贏 韓國瑜有可能贏 輸的那個人不會心臟被插一刀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照顧到 聽這個歌不舒服的人的感情 所以你已經唱過一次不要再唱了 團結的歌有那麼多 你如果要選贏你就唱 你如果要選贏你不要唱 我是說實在以選舉的角度來看 你當然找最大公約數 辯論怎麼樣 應該是說雙方在政見的發表的時候 各自都有一些交火 可是我這些交火意思是說 畢竟不是說一個 我們兩個面對面這樣講話 都是你講你的我講我的這樣 所以政見上面當然大家都提出各自的看法跟想法 比如說韓國瑜之前提出 這個中英雙語的這個教學 然後他也提出說這個老青要共住 解決老人寂寞或是什麼 那陳其邁有提出他的在經濟上面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打經濟 說經濟很重要 他就弄一個什麼橋頭科學園區 要幫農民把這個產品賣出去 好 我們講完兩個這個很重要的政見 但問題是其實我在看這個政見的時候 就覺得說某種程度來講要可行性 比如說像我們就比較理性 我們會希望去探討 是你提出來的東西合不OK 比如韓國瑜現在喊這個高雄首富 你要讓高雄成為全台首富 那你告訴我怎麼達到 比如說現在加戶所得 我可自備的所得 如果就數字上面來看 他跟這個台北第一名 差了36萬 你怎麼迷平 那看起來沒有 那你陳其邁講說 你要幫農民把產品賣去哪 怎麼賣 怎麼銷 看起來也沒有 所以大家都畫了一個餅在那邊 可是這一次的這個政見會裡面 當然有很多 包含兩個人選舉裡面 比如說你剛剛講夜席那個歌 我真的必須講 夜席聽起來殺戮氣重 你知道國安部當年102 103年的時候 那時候還搞那個軍歌推廣 把它弄成流行音樂 希望讓大家都能夠聽 可是你知道像這種東西 如果他有比較高度意識形態 衝突的時候 其實你看每個參選人 為什麼到選後都會講說 我們要迷平 我們要迷平 所以事實上這選前 是不是可以就避免 這件事情的發生 我其實覺得比較重要 高度 對 否則你想想看 為什麼這個蜂蜜檸檬 突然那個歌就爆紅了 因為大家就覺得說 那個歌軟性 好聽 咖啡 板 什麼板通通都來 可是在這一次的這個政見會裡面 其實有一個花絮新聞跑出來 就是這個陳其邁 到底有沒有戴耳機的這件事情 那這個我也講實話 你說這個反光 有時候反光的那個效果看起來 似乎感覺上好像有 又感覺上好像沒有 你知道我有收到很多網路上面 大家傳的圖說 那一天所有的參選人截圖 全部都有戴耳機 大家都看起來 都這樣白白白 光光光光 那是不是每個人都戴 我想第一個 主辦單位有出來解釋說 其實是沒有 第二個是我想韓國瑜 在這個事件上面 他也有講說 他相信陳其邁沒有戴這個耳機 我們要先講 我比較肯定這個態度 可是這件事情是不是有被操弄 還有陳其邁的反應 為什麼會這麼大 我覺得比較特別 就是說這個事情 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還在這個辯論會 還在發進行的時候 你那邊有一張截圖 我們把它做下來 就已經有人開始在講說 是不是有這種什麼 有人會戴著耳機 或什麼的那種八卦 我講實話 你也料事了 料得太神準了吧 這個後來就一直被綠營的人 質疑講說 這個是不是一個被操控的議題 這是一件事情 當然現在這個相信者很相信 不相信者你也知道台灣有時候選舉 大家各自在不同立場上面 就認為說他一定有待 我告訴你 陳其邁壓力一定被韓國瑜 打到一個壓力非常的大 當然 太靠了 現在就靠你 再幾天你要怎樣 對啊 你現在沒有時間靠 你反而要很涼涼的說 連這麼明顯的栽贓 這麼明顯的事情都可以栽贓 更何況你過去一路網路的這種栽贓 你反而要往這個方向去打 對不對 但是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藍綠在選舉裡面 各自要講的字眼都很重 可是我要講陳其邁 為什麼在這件事情上面 很多人覺得說 他可以用你的方法 我就輕鬆面對就好了 我幹嘛要這麼大陣仗的 半面開記者會 一次兩次的 其實我覺得這裡面跟陳其邁 過去的一段戰術是有關係 我的意思要大陣仗 但是不是用這樣邏輯的大陣仗 你剛好順便把網路給你抹黑的 最難洗掉那幾條 一次列出來 這都假的 所以同理可證以上都是假的 這一次洗掉 記者會要這樣幹嘛 可是我覺得陳其邁 有他的心理壓力 我差點講心理陰影 我覺得他有他的存在 是因為他在這次選戰裡面 一直有一個 有人家有一個疑問是對著他的 就是陳其邁你這次出來選 到底是你代表你自己在選 還是背後有很多人在幫助你 就你不是一個完全的主體 你知道嗎 就你其實看韓國瑜 韓國瑜的現象之所以 會被大家喜歡 有一些人其實他一直把韓國瑜 塑造在黨的形象之上 所以韓國瑜他大於國民黨 所以希望你知道今天 就有一個網路的slogan就出來 就說2018的高雄市長選舉 呈現出了一件事情 叫做韓國瑜一人就全黨 陳其邁全黨救醫者 這個其實對陳其邁很傷 為什麼 你想想看 我在那邊當一個市長 我在那邊跟他辯論 有一個耳機 在裡面跟我想 如果真的有一個耳機 在後面那邊啲啲啲啲啲 那代表什麼 你是不是傀儡 你是不是棋子 你是不是人家告訴你做這個 你就做那個 你不是一個主體性 所以我覺得陳其邁陣營為什麼 當然表現的方式不同 就是說他當然可以輕鬆的一點 其實當時丁守中 我也說你也去說小眼 你可以用一個好的方式 可是我覺得他想要消除的那件事 我是自己在說的 我不是白人在幫我塞人 不是白人在幫我說 你要說A 說B 說C 說C 否則我講真的 陳其邁全黨救醫人 這個如果跟這個一起吵起來的話 那你對他來講 他也是有壓力 我們從歷史來看 不管你喜不喜歡蔡英文 當初在阿扁出事的時候 多少民進黨真的是對心肝 三台女子 變了一個台灣 OK 所以當時都有這個說話 陳其邁是這樣子 剛才出一個蔡英文出來 把那個已經要分崩離析的黨 重新又凝聚起來了 所以民進黨出來了 那如今 這國民黨還有什麼可說的 也差不多是分崩離析 就是唱最後的晚安曲了 沒想到出現一個韓國瑜 又重新凝聚 所以韓國瑜這一場 贏也是贏 輸也是贏 對 不可能輸了 沒有啦 我們政論節目 我們就要說了 我們要評論 好嗎 現在為了你說 我就不怕他就不要跟我說 對啊 我真的沒差 對不對 不過我說實在 我告訴你 常常滾 阿美跟選舉那天 對啦 阿美太過世了 我聽保釋的這也不是沒讀過 你還想到逃逢那場對不對 那時候大家記者都沒在那邊 連自己本身也沒想到自己的地方 綠營這個連夜開記者會 我剛剛講歷史 講到謠言 我舉個謠言的例子 我們那時候在跑金融風暴 有個最有名的故事就是 有一次日本下午後雷震雨 然後一群人躲去 那個銀行前面去躲雨 他前面有個大棚子 結果開始謠言出來了 擠兌 記不記得 後來結果是那家銀行倒掉了 那是真實發生的故事 講到歷史美人最熟的 福堅頭邊斷流80萬大軍 我贏了 怎麼可能輸 後來有什麼輸 就輸了 陳其邁因為覺得自己在 認為黨內初選完人受軍 這個選舉實際上已經結束了 過去是這樣子 他發現不是 所以那天我們在講那個記者會 剛剛美人已經講到重點 過去的記者會是 就是出來抑證詞言說 都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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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傳 我就給你鼓 是這種打法 結果那天晚上是出來 哽咽 怪怪 而是深夜 第二場記者會更奇怪 在某報發表民調的前一天晚上 出來開記者會說 第二天有個非常不利這個 記賣的民調 大家注意一下 怎麼樣 出來消毒記者會 你知道嗎 我入行超過30年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記者會 你這記者會在幹嘛 好像說 這可能是 其實後來有民進黨委員講說 其實封關前的民調 跟最後的選舉結果 通常差很多 講這句就夠 可是你出來消毒幹嘛 我就對自己就沒信心 沒有信心 不是 因為接下來就沒有民調了 不能公佈 各個單位都不能夠再公佈民調 你可以繼續做 不能公佈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要先消毒 為什麼 因為有很多 對韓國瑜也不討厭 對陳其白也沒那麼討厭 可是當他知道說 民調會差很多的時候 人的一個本能是 希望自己選的人會中 所以如果他覺得 這個有差的時候 你就可以投那個 他覺得會中的人 所以這是一個群眾心理 所以為什麼說 這個民調可以操作氣保 就是這樣一個道理 對不對 那高雄的景氣 我們來問一下 常常滾 都說經濟賣 有些數字也是可以看得出來 可是另外 外地人去高雄 真的覺得高雄變得 風光明媚很多 難道你們沒有這種感覺嗎 所以說 很多不是住在高雄的人 他們根本沒有了解高雄的生活 他們所看到的是那個外表 那麼那個外表就是說 什麼建設 什麼建設 什麼流行音樂廳 阿陽什麼 那些什麼衛武營 大家都說的 都說到大建設 很漂亮 愛河怎麼樣 那都很漂亮 我都沒有負擬 沒有那些負擬 這 我也會 我一個市民我也會 我也可以做得這麼漂亮 你中央幫我轉到補佐 我比較不可以做 我也可以做得很漂亮 不然你拿錢 我家裡我就是重複 我這間家裡已經把你重複到 進壁廢房 這我也要開 問題是你一個大市長 你是地方的白無關 你要照顧 你除了你要建設在外 建設這點我都不跟你歸勤 我們要求的是省瓦 各行國約的省瓦 這個省瓦可以帶動這個景氣 請問你們接政黨你們看不見 市長你由其中地方在他做 做到彈局來 這個中間還有兩個代理市長 一個叫做役國籃 一個叫做彈局麥 請問你們一路做來 我們第一個要去問 你們怎麼沒有一個做到夠金 就走 當中沒有做到夠金的 包括彈局我也要問 你高雄市讓你這麼多 這麼多天理 叫你叫花媽 叫你叫國際 你剛才今天一行 可以讓你留念 他們就是花錢大媽 花錢 就是這樣開 高雄今天比較有這些負責 高雄人要愛的是這個 但是那些小生理的 這些小市民 一般人 你會有什麼希望 你去水水水水 那個建設是中間補助 你來把高雄抹和金色色 但是說我爭得水水 但是我六地獄的地獄 高雄人的感慨是這樣 你吃的東西 如果要處理 好 那麼大 這不知道要走到哪裡去 要去面子 不知道要怎麼消費 晚上的時候 晚上熟熟 這蜜蜜蜜蜜 這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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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就挺身身 又能怎麼樣 所以高雄現在的景氣好到賣 你可以去問 最多的改善這些小生理人 中小氣壓 沒有一個是好的 所以你覺得韓國瑜會帶給你 什麼希望 很簡單 因為高雄人現在很簡單 我們給民進黨十堆的時間 十堆的時間 一個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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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 高雄我們學兵集也 這不要說 今天說高雄市就好了 現在大學兵集也二十年 三十三年 我給你一個四年 四年 四年 二十年 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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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五月市長 你現在照 照電人也好 林黛華也好 館碧琳也好 劉士芳也好 廣期賣也好 你一兩年前開始吵架市長 其實你是高雄市長 你是百萬市民的票都給你 讓你贏到幾十萬 你要好好做就好 我們在九州不是有幾個月嗎 做一天的會是要講一天的情 你今天去高雄市民百萬市民 他覺得他沒做到頭 你怎麼沒做到頭 你去插市長 市長好早不插 你若叫劉思榮出來 今天沒有韓國瑜 你若叫林黛華出來 或是叫趙天宇出來 今天根本就沒有韓國瑜 為什麼 你在五月中 你在四月前才叫趙天宇也不錯 管閉林也不錯 林黛華也不錯 劉思芳也不錯 你獨特叫一個賛二代出來 九州人什麼人要接受嗎 你要接受嗎 對不對 你這是為他賛二代 講得不清楚 你五人好見好見 你不見 你要講一個賛二代 你今天 那條夜市 那是在政論節目百台 優待在那裡攻擊 你如果到現場的時候 那是男人男人 大家都對那個 他不敢向你現場 男人不會唱 我們來看一下台北市好了 好不好 因為台北市的選情 竟然被高雄影響了 OK 那麼這個辯論 搞到那個 很多朋友都在找蜂蜜檸檬 我覺得你剛剛講荒謬 還有比這更荒謬的事情嗎 待會兒回來 這就是台灣的選舉 好 我們來看一下台北市的 問一下 王惠嗨 為什麼美人姐欲言又止 台北市狀況真的是 基本上 因為過去這半年以來 我的分析就是柯文哲 因為丁守中 甚至可能比連勝文得票 都還不夠高 因為什麼 因為淺然被柯文哲給吸走了 因為柯文哲他說兩岸一家親 因為柯文哲被民進黨 打到全身是傷 葛特曼 器官捐贈 兩岸一家親 每天在罵柯文哲 從五月罵到十月 整整罵了好幾個月 都是姚文哲跟柯文哲 還有台北市的 比較深綠的支持者 在罵柯文哲 所以越罵丁守中 越沒有存在感 好像說那一個在幫著 跟台北市的泛藍選民 在對抗那個人 不是丁守中 是柯文哲 但是在小野事件以後 有點變化 因為小野事件之後 小野本來已經切割了 後來出來哭 畢竟台北市 大家看這三張主 就知道了 辯論會就有三位 這位就是民進黨的 辯論會有五位 對 對不起 辯論會有五位 人生短短幾個球 不醉不報酬 今天怎麼沒有提過 我們蜂蜜檸檬 蜂蜜檬 我們要對吳二陽 這個市場參選 要以以敬意 現在所有的蜂蜜檸檬 跟樂器行都很有生意 好 辯論會有好幾位 那大家看 至少有個對手 是民進黨籍的 那你是總幹事小野 你去挺你的老闆 也就是現在柯文哲 對手的民進黨 所以基本上 這個戰略上 會有點模糊 所以簡單的講就是 在小野事件之後 柯文哲的台北市 全部選黨 所以我現在沒有說柯文哲落選 他有剩下10天 他也 但是問題是他危險 就我以長期來看台北市的話 因為柯文哲我剛剛講了 深藍 淺藍 中間淺綠跟深綠 最外面這兩塊 一個是姚文哲的深綠 一個是丁守宗的深藍 中這三地都柯文哲的 所以我們每次都沒問題 可是現在淺藍 跑回去丁守宗 參加他們兩個 那辯論會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你可以在辯論會上面 展現出你的戰力 獅子座的 結果辯論會方面 因為在小野事件之後 那幾天 那一天我看柯文哲 好像心情不太好 講完這樣 稍微有一點放不開 然後他唯一對兩位主要的 總共有五位 兩位主要的國民黨 跟民進黨的參選 提出的就是競選經費 透明公開 才一講完了 兩個人都有帶 他們都有帶 我想說 是有漏題是不是 是他的總部裡面有人 有沒有暗裝 是不是有陳永仁在裡面 是不是 所以他們都知道 我就拿出來 我多少錢 好 第一種說 我收入三千九支出兩千零四萬 然後姚文哲說 我已經收入三千億 兩個都三千多 支出他最多三千多萬 因為他已經有下一些廣告 那柯文哲講說 我收入四千多 那支出一千五百 那重點是 他們也會打他 列大巨蛋 列五大弊案變五大案 所以這些東西 就是柯文哲在最後一個期間 他原本都穩穩的 但是因為小野事件以後 那大家會覺得說 簡簡單講就是這樣 就是台北市是藍大於綠的地方 那過去因為連勝文 吸不到藍的票 那柯文哲拿走了 那柯文哲再用我兩岸一家親 再把淺藍的緊緊抓在手上 所以基本上他是穩贏的 可是現在淺藍有鬆動了 因為小野事件之後 他們不一定會投給丁守中 可是他的票會變少 只要姚文哲的票還繼續衝多 而不是氣保姚文哲投給柯文哲的話 柯文哲跟丁守中 現在看起來真的是五五百 所以最後台北市今年 非常可能出現 觀眾朋友去看 1998年的氣保 不是只有1994年雜卡都 1998年還有一個王建軒 可是王建軒最後所有的票 都被馬英九吸光光 得到一個非常低的票數 王建軒是放棄選舉 對 他自己 因為他自動放棄 所以就是不一樣 可是姚文是不可能 在前一天說我放棄 現在我們的選霸法 是有錯倉原條款 你不可以有任何 在已經登記參選之後 實質的不參選或者是退選 這個是會觸法的 所以現在不能這樣做 所以那個蜂蜜檸檬 要一直喝到選前 來 台北可能 國民黨也會贏 現在國民黨一路贏了 上次柯文哲贏連勝文 有24萬票的差距 這裡面有很大一部分 是綠營其實是灌到那邊去 所以如果今天淺藍的票 會有位移的時候 綠的這一塊 會不會發生氣保 或者他就是堅持講說 不管怎麼樣 丁守中跟柯文哲之間 或者是韓國瑜的韓流效應 跟柯文哲之間 到底哪一個人比較可愛 他就會跑 所以你是說台北市的綠營 就是選一個 比較不討厭的就對了 真的 經常選舉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看一下新北好不好 我們就來看說 他們在新北市長這個辯論 跟這個政界裡面 他們怎麼提的 當然兩方 在上一次的交鋒的時候 其實雙方都有提到 就是怎麼去改善市民的生活 比如說有提到什麼三環三線 蘇貞昌就提說 要做社會住宅這一些 拖老政策裡面 很多就講到什麼假牙 然後做老人大學 然後甚至有一些 所謂商業的政策 說要搞工業區 然後要做經濟的發展 其中比較引起 大家注意的是 關於能源政策的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兩位 真的不要再膠著在這裡 好不好 這件事已經結束 已經死透了 因為深澳電廠這件事 都已經沒有了 結果兩個人說我要不要發生 沒許可 我說實話 這個東西沒有討論的意義 你真的要提就是講說 好 你真的對於電的部分 你們覺得這個東西死透了之後 後面怎麼做 侯友有講說他是支持天然氣 我們也要給人家講清楚 沒有啦 那兩個其實說的也是一樣 只要有汙染我就不同意 有汙染的我不支持 一樣的事情 跳過來 下一集 所以重點就是這一個 重點就是其實我們看政見 發表會的時候 你會發現大家都差不多 可是這裡面有一個戰術上面 最重要的一個差別是什麼你知道 就是要扯到侯友宜的狀態 你記不記得這兩個人 一開始侯友宜跟韓國瑜 兩個連線的時候 他們打的是政策 那個口號叫做什麼 叫做北神探 南菜飯 結果韓國瑜 因為後來因為這個 什麼租地的這個事情之後 就被打成叫做什麼 叫做北孝董 然後 對不起 北租公 南孝董 我必須要先講 民進黨的這個策略 不會有什麼效果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很快就發酵掉 可是民進黨為什麼要這樣打 其實就跟你剛剛講的 那個選舉是有關係的 民進黨希望在這個事件裡面 把所有人打成就是 要嘛就是民進黨 要嘛就是國民黨 這叫做藍綠對決 所以強強棍剛剛的那個說法 對民進黨來講他會怕 因為當有人跟你講說 你不要再跟我說藍綠對決 你不要再跟我說他是國民黨 你不要再跟我說什麼 我現在很簡單 我現在看的就是 我現在對現場不完 所以對於民進黨來講 為什麼在很多的選舉裡面 他努力的把這些地方 營造成叫做藍綠對決 那國民黨如果要聰明 他就應該怎麼樣 你看韓國瑜我講實話 他會選舉 他真的不是一個 人家有人講他是草包 為什麼 他很厲害 他在選舉的場合 就講說 不要跟我講藍綠對決 這是我韓國瑜 跟你高雄人民 一起來跟民進黨之間的選舉 這個厲害了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這個必須講說 他反映不完 非常快 而且他一拚得很離 當這個豬隊友馬英九說 新三步的時候有沒有 他立刻就拚開了 否則他去接他的話 他就被咬住了 這咬住之後 回到高雄市民這種 所謂的綠大於藍的 這樣子的一個 意識形態來講 坦白講這個仗就難打了 而且他很快就斷開鎖鏈 所以你什麼時間點 要能夠斷捨離 這個就很重要 而且他厲害的是 他斷開鎖鏈 高雄綠的支持他 藍的也不討厭 他們那麼不藍 那麼不要強調藍 但是大家都可以 藍好像都可以知道說 他是真藍 這個不知道 他怎麼操作出這個形象 所以為什麼說 高雄這一役 真的是其實 對藍軍來講 是非常非常難的一個事情 對 事實上是目前 非常難 困難的難 目前高雄市有兩個魔咒 也就是說在救了 這個高雄市區這一塊 從這個高雄市 深格為之下市 到目前為止的話 沒有一個人是高雄在做 在地的 包括說像民選之後的 吳敦義 謝長廷 陳舉 他們都是從北部 到南下去選舉的 加上之前的中央官派 所以沒有一個在地 如果假設 這是假設 因為陳其邁他算 雖然是基隆出身 但是他很早就到高雄去了 他算是高雄在地了 所以假設陳其邁當選市長的話 他就打破了高雄市 不是由過去的外來 是由高雄在地獲勝的 第一個魔咒 第二個魔咒的是什麼 就是國民黨在高雄縣的魔咒 因為我們說實在 國民黨在高雄縣 可以說是真的非常弱勢 高雄縣從1985年 于晨月英當選縣長之後 到目前為止 經歷了1986年民進黨才成立 所以也就是說高雄縣 被民進黨統治的時間 是非常非常久的一個時間 然後經歷人那麼多 然後高雄縣是在合併 合併之後 國民黨從來沒有贏過高雄縣的 任何一個選舉 尤其是縣市長的選舉 所以假設這一次的韓國瑜 高雄市有贏過 高雄縣沒有 所以假設這一次的 韓國瑜假設是贏了 那就可以打破所有的魔咒 尤其在國民黨在南部 那種艱困的這個魔咒 所以這一次大家就看 到底是陳其邁可以破 在地人沒辦法當高雄市長的魔咒 還是韓國瑜可以打破 國民黨沒辦法統治高雄的局面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狀況 當然他們現在 兩個魔咒 就比當初是誰封印的比較牢靠 對 那兩個魔咒 當然這一次 勢必會有一個魔咒會破掉 我們講說事實上 現在雙方都在拚到最後的關卡 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有非常多的造勢晚會 當然造勢晚會來說的話 也有正面對決的造勢晚會 譬如說像14號的鋼山的晚會 緊接著18號 陳其邁也就要在那附近 也就是有一個造勢晚會 甚至這個韓國瑜的17號 有一個在超級星期六 他在魏武營旁邊 這是在鳳山地區 你看這個陳其邁的選前職業 他是選在鳳山地區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兩個雙方一部一區 那種短兵相接 那種焦土的那種感覺 現在高雄是大家都有 這個味道會出現 我跟你講 高雄因為長期是綠營執政 所以選民都覺得綠的支持者 覺得穩抖抖對不對 我還有高雄朋友 我說我們台北看是很危險 他說不會 陳其邁不是吃素的 你想想看 拚黨內初選的時候 劉四方有陳菊的支持 還不是陳其邁贏 吃素不是吃素的 那個基層裝腳多牢靠 但昨天他有點緊張 所以我也提一下 施誠高雄綠的支持者 是不是有焦慮感 當然有焦慮感 上一次請記者2014 2016 我們觀察選舉 其實不用觀察整場 當你哪一個區域 他的投票率出來之後 你就知道都結果了 2014台北市場選舉 大安文山內湖南港 投票率奇低無比 看完就知道 連勝委已經大勢不妙去聊聊 果然輸了個一屁股 這一次在高雄 我常常講 2014 2016出來 頭馬英九的 背了馬英九的四肢劍 年重運金取消 油店雙掌12年國家 加上附贈政所稅 這一次民進黨的支持者 也背了好幾支劍 第一個年改是個問題 第二個高雄的投資不振 第三個加上菜家的問題 還有觀光的問題 所以韓國瑜昌打這個東西 所以高雄現在很多人支持者 為什麼由綠 準備不要說轉籃 說要投票 就是因為他們經濟受到影響 非常重要 以前在高雄你知道嗎 花媽執政 每年我跟你講 花媽執政到什麼程度 高雄 你說你是藍軍支持者 不敢說 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學校當志工 然後他 然後他有一個 在這個醫務室 有一個護士 他是公子 他說就偷偷講說 你是一個國民黨的爸 偷偷講 因為不敢公開講 公開講 可能會引起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紛爭 都這樣 現在為什麼 這個宣洩出來 而且我跟你講 高雄 花媽執政後來 國旗很難看 都看不到 我去巡視高雄市區 只有在加工出口區 出現兩支國旗 對不起 那是十月 所以現在整個的翻轉過來 我覺得現在高雄 民黨的支持者會焦慮 是有原因的 因為整個的氣勢翻過來 所以以前比較藍的都變綠了 現在一些藍的都翻出來 所以現在包括一些 再問沖沖沖 你看看那個 車禮拜不會這麼討厭 大家很高興 高雄人大家很高興 最討厭 高雄人最討厭的 經濟壞 好 前後總統都出來輔選了 那到底這個成效如何呢 我們待會兒來好好跟你分析 雙方是有交火的 馬上回來 好 前後總統的這個輔選 到底對選情帶來什麼樣的一個 加分還是減分 對 當然其實 每次到這種選舉的時候 現任者大家都說 他有一個執政的優勢 但是在這一次選舉裡面 似乎執政優勢沒有展現出 我們先來看看 現任的總統蔡英文好了 他到很多地方去輔選的時候 他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很清楚的記得 他在宜蘭的時候 還問大家講說 我是不是做了很多事 那時候他在宜蘭的時候 他是不是怎麼會變成這樣 什麼之類的 但問題是你有沒有看到 他一直在強調說 為什麼這次大家覺得 民進黨執政不好 是因為改革太多 甚至還講說是改革太慢 可是問題是 真的是這樣嗎 你可以看 我們先看蔡英文她怎麼講 她說大家批評的這些 她都聽到 但是不要讓反改革的力量 來死灰腐燃 甚至對於這個國民黨 或者這個挑戰的人 提出一些訴求 他還講說製造垃圾 丟垃圾 沒資格嫌掃地的人掃得慢 但問題在於是 其實你知道嗎 為什麼這個選舉 你們明天要選得這麼辛苦 因為很簡單 很多民進黨 自己縣設單獨參選的人 其實我們檢視他個人 可能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大家都把對於政治的不滿 對於經濟的不滿 全部投射到這些參選人身上 那不就是跟上一次嗎 這個選舉對不對 對 有很多也濫於衝術的 嚴家賺紅包 就誰好都包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對於民主最大的傷害 我講坦白話是這樣 沒錯 所以我其實覺得民主政治 最討人的一句話就是 你叫一個救頭出來你會贏 那完全沒有在選 就是只是用這個政黨來講 所以你會看到在這裡面 有很多的議題上面 民進黨很難去做回應 為什麼 因為經濟不好 很多人希望更好 這是一個事實 至於怎麼樣把它做好 這是你政府的責任 所以你看當小英到很多地方 去服選的時候 就一直講說是因為改革 改革才導致大家討厭我們 我講實話 真的不是這樣子 民進黨內甚至有一些人都講說 其實你黨中央拖累了人家 你的中央執政拖累了 最後兩週你不要出來 你如果出來大家又繼續賣 可是這個是現在總統 說真的他有包袱跟壓力 前任總統有沒有包袱跟壓力 好 我們就講馬英九 馬英九你記不記得 當時在執政後期的時候 國民黨很多人看到馬英九 是趕眉起來 那時候選舉說不要再掛牌 突然最近這一年 他又沖起來了你知道嗎 到很多地方大家都喜歡他 游黑掌紅 沒錯 而且他還要甚至還講說 他會不會再出來選 但問題是他最近有些言論 也卻叫他講你知道嗎 為什麼 譬如說講到兩岸問題裡面 他又拿出來一個 叫做不排斥統一 這個話說出來 很多人罵 我講實話 我們都有很多臉書朋友 我看到很多這個很深藍的人 就是豬隊友出來了 叫他別哭哭 為什麼 馬上就被蔡英文抓包 蔡英文馬上就講說 你這樣說 你的新三部不排斥統一 不支持台獨 不使用武力 對台灣主權傷害很大 我跟你講 蔡英文在操作 一個很簡單 民進黨過去的選舉 就是仇恨跟恐懼 兩岸牌就是恐懼 這個東西其實用的 其實就是打到恐懼的這一塊 所以民進黨立刻拿來抓 可是馬英九這個說法 到底恰不恰到 我們就看當紅炸子 記韓國瑜好了 韓國瑜是怎麼說 他不會去找馬英九戰台 甚至他也跟這些黨內的大佬 做一點的切割 你記不記得三三招造勢的第一場 王進平 大家都說 王進民加油 第二場王進民說話 教稱他不要說那多 當然有人講說 那是外來的 不是他動員了才會這樣 可是會包含洪友宜 洪友宜他說政治型態 議題別拿出來說 我們現在也是專士長 士長高度不夠高 那很白的一點 要不要跟這些人作為切割 這些人在這個時候 要不要跳出來這邊 你到底是助選 還是阻止人家當選 這個很多討論 是 好 強強說我問你一句話 你一句話回答我就好了 你覺得高雄經濟賣時開始 你的感覺是什麼時候開始 兩年三年 這次反共動選 這次開始這兩年半最嚴重 這兩年半 包括蔡英文 動選總統 這次這樣最嚴重 好 所以這也是提供台灣人 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考 蔡英文上台之後 我們跟大陸的往來 是變得非常非常的少 而過去長期依賴路克 跟大陸的這樣子的一個 關係友好的情況之下 台灣某種程度維持了 一個經濟繁榮的景象 所以在當跟大陸不往來之後 路克減少之後 其實當時有個說法 就是我們要趕快調整 我們的體質 對全世界開放 我們不能那麼的依賴大陸 但是我們撐不到 那樣的一個時候 我們在兩年來 剛才強強共的共 人民感受到尤其高雄 人民感受到非常強烈的 那個經濟的不好 而這樣的情況之下 事實上就會在未來 可能會造成希望 跟大陸多得一點的開放 我覺得這就是經濟影響 台灣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可能潛在的一個邏輯 而韓國瑜喊出一個 的確 我覺得也要提出深思的 就是說的確人民要 我們還要夠不做 我們還要夠不做對不對 所以他認為說不要講意識形態 把經濟搞好就好了 但是其實怎麼可能 這件事情還是值得要深思的 好不好 那問其實說 藍營的候選人現在都擠散 OK 為什麼 政治不正確 大家散得快 這種時候不統不獨不武 你改成是不統變成是不會談統一 然後變成是不排斥統一 不排除統一 怕也死 選舉這個絕對是大傷 可是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談這一題 主要跟選舉 沒有太直接關係 可是他會影響選舉 所以國民黨的所有的選將 我相信他們當然都覺得 馬英九你搞什麼鬼 你這個時候 你會傷到我們原本 可能有領先的選舉 因為大家不喜歡聽到這個 但我跟大家補充一下我的看法 因為這題其實已經跳偷選舉了 因為會對選舉有影響 我先做一個結論 會對選舉有影響 可是他影響的不只是選舉 馬英九會講這個話 是有背後的兩三年的長遠計畫的 我們在國民大會 我第一次講 其他節目我都還沒有講過 馬英九在講的這句話的時間 是11月7號 就是馬錫會的三週年的紀念日 他故意講出了不統不獨不武 那是他以前選總統的時候的slogan 可是我的不統不是 不會在任內討論 因為任內已經結束了 是兩岸不排除統一 觀眾朋友 馬英九被限制出境是三年管制 所以簡單講 2019年5月20號以後 他就可以去大陸了 所以當他第一個 拋出這樣的話題之後 我相信他會往那個方向去走 然後他講這句話 就代表他不會選總統了 因為他這句話 是讓他沒有辦法選總統的 他在大陸的知名度 僅次於小S 所以基本上 因為他跟習近平見過面 所以我再把話講得更清楚一點 就是馬英九會講這句話 兩個用途 第一個他根本不會去參選總統 因為在臺灣選總統 這句話是沒有市場的 他應該會跟朱立倫結盟 支持朱立倫選國民黨的總統 然後朱立倫會因此而贏過吳敦義 然後跟王金平搭檔選2020 韓國瑜在高雄當市長 第二個明年的2019年的5月20號之後 馬英九就會被解除管制 因為他一直想要 他連香港都不能去 所以馬英九明年的5月20號之後 蔡總統他就不用去 因為蔡總統申請跟連戰一樣 他就可以自己去了 他就會去大陸跟習近平見面 那以後他就是走兩岸的 剛剛有講 想要跟大哥講的 那就是一個兩難 因為臺灣離中國大陸這麼近 你做生意水果 漁產賣去很近 你說賣到中美洲的邦交國 維漢都去過 貝里斯瓜地馬拉 那個要15個小時飛機才到得了 坐牧場要一星期 兩星期 所以不可能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他反而是開創了 會是小眾 但是有市場 就是他會是 因為他的三部裡面 還包含第三個 兩岸不打仗 所以這個經濟的問題 還是一個主軸 他的方面 就是他以後變成是 對大陸的對口 簡單講是這樣 但是對這次的選情來講 是不利的 所以國民黨的候選人 都趕快閃 可是我覺得 如果就偉漢的那個說法 那真的滿久的盤算很可怕 因為現在在看的是 縣市長的選舉 如果你今天脫口 所戳出的每一句話 都是為了自己的下一步 都是為了想說 我要為自己解套 我要告訴大家我要做什麼 現在選舉不是你 為什麼這些參選人 現在努力的要跟你切割 他難道不知道你的意圖嗎 他知道 所以為什麼大家講說 你今天到底是來幫助他選舉 還是阻止他當選 人家現在都在講說 你只剩這一里路 你就讓他們好好的走完這一塊 不要在那邊 恆生之間 你滿久要解套 你可以有你自己解套的方式 為什麼要在人家選舉 正是覺得國民黨有希望說 讓人家信任的時候 你給他撞一尺 你要預表忠心 你也可以等兩個禮拜 對不對 衣服非得這時候脫嗎 好 另外我們要來告訴各位 到底高雄人對花媽是什麼樣的 一個懷念 或者是一個怨念 帶回來 好 有一句話講 這個陳菊就等於這個高雄人的這個所謂太陽了 因為18年對不對 所以現在高雄人對陳菊是怎麼看的想法 因為我的看法 台北的高雄人 本來要的就是說 你好好做福萬民 做福大高雄市 這是高雄市要的 但是現在不是讓你們集團的管理 你們總統也對立委也對 我說過 行政贏你們的 現在不用再打通讀 金本麥 如果選起到就在那裡 回到韓國瑜就是賣中國 回到端起麥就是愛台灣 不要再擦桌了 當時在選起 如果回到賣英雄 就中國平吞義了 哪有吞義沒有 哪有賣義沒有 就不要插桌 今天高雄人要愛的 你如果民進黨要老公開黏 你就好好讓這局高雄人的選抵 高雄人自己的選抵韓國瑜 因為高雄人看到曙光 當然他要對著走 你民進黨 你把高雄的經濟變成這樣 你好意思 我現在問你好意思 你說的花嗎 你好意思就來高雄就算 你就都把這些人帶走 你就不要高雄了 你把今天高雄的好意思 下來高雄做選 你的民主也會 你也替高雄人留一些民主 那不是這樣 不過我看法是高雄人 人材質很好的可以來中央 你如果從負面來看 這個人沒走 你這個人沒走 你高雄更好的人是怎麼起來 你把人家做不算 你把人家帶走不算 你現在下來高雄做選 說叫高雄人愛上你的政策 你不要 你做什麼政策 你18個走是不是高雄更好的人才 才有位子上來 上來 什麼來 你把他帶去哪裡 你這些經濟走不走 因為一般人經濟不好 所以你這個沒太多 你也不要